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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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拥挤的现象 哦 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课系的安排是按照教育部标准作业程序 座位与座位之间导致一米的社交距离 每线窗户需打开越十厘米 同学每日至少使用两次消毒酒精擦身自己的桌子 哦 校方的安排很好叻 可是哦 如果有学生在课室里面 他讨厌啦 他发烧啦 他咳嗡嗡嗡嗽啦 学姐 你别紧紧 校方有安排一间隔离室 在哪里 我带你学 这个就是隔离室 就在训导桌的隔壁 可是这同学自己走过来吗 不是不是 如果同学不舒服就通知在堂老师 在堂老师就会打电话通知隔离室的 黄老师和徐老师到课室去 将不舒服的同学带到这里来 然后再通知家长把他们的孩子接回家里去 哦明白明白 谢谢谢谢 不客气 他们的脸部扫描器 课室隔离室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自己本身是有点独自饿了啦 走吧我们去餐厅去食堂 学姐现在食堂不能堂食哦 不是我那里怎么办啊 学校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规定用餐时间家长不能送餐到学校 鼓励同学带便当到学校 学生可以在前一天或者早上 当天早上9点50分期间 去食堂办理午餐预定 食堂负责人会在午餐时间把餐盒送到课室 哦这样好耶 所以学生不能群聚家长也比较放心哦 谢谢学姐不可以在校园内逗留太久 这方已经明确规定放学后 学生必须在尽快离开课室 因为工人会进行消毒 还有学生不可以在校园内群聚集逗留 必须在放学后30分钟内离开 还有不可以在篮球场打篮球群聚 因为校园场所目前不断在开发 哦明白明白 因为现在学校的防疫措施是跟教育部的标准作业程序安排的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回校上课的同学一定要遵守我们教育部所设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还有我们学校的规定的哦 还有还有啊 同学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建宗防疫三部曲 第一就是戴口罩 第二呢就是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第三呢就是要勤洗手啦 建宗学弟妹们加油 拜拜 我们要洗洗洗洗手 保护好眼睛闭和口 大家想宁愿没朋友 我们不要Corona Corona 运动摔摔手 保持情节病毒赶走 保护好家人和朋友 我们不要Corona Co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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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听到最后一秒 相信能把他整理 走